在8號風球下,有賊人就趁風打劫。 在星期五凌晨12點多,有5名帶著頭套的賊人, 遲刀闖入大埔一個村屋的地下單位。 當時屋內有一對夫婦在看電視, 其中一名賊人用利刀指嚇他們, 並用索帶將兩人手綁起, 其後在屋內搜掠,掠去十幾個手袋、 兩隻勞力士手錶等等,總值超過100萬。 賊人得手後逃去市主立即報警求助。 據了解涉事的夫婦從事零售生意, 警員接報到現場調查,並追查賊人的下落。